林河人外里长刘洪桥每周定期都会带领志工清扫里内环境 同时未预防及杜绝登革热疫情发生 也会巡视辖区内大小香道环境 发现路边有机水容器 立刻与志工们一同亲历 我们今天带着志工队到公园路的223巷 来做一个登革热的巡检 彻底来消除并没稳的滋身 我们所有的志工都是彻底执行 寻稻清刷的动作 刘洪桥立章指出 举番用来出水或防火用的桶缸瓶盆 景观用的水深植栽 丢弃在外的杯瓶碗罐盒及轮胎等容器 平时就应定期每周至少整顿一次住家及附近环境 以防积水让并没稳有机可乘 店家或是店面住家 遗留的轮胎或是花盆的底气 我们彻底做一些巡道清刷跟清洗的动作 预防白线斑纹跟埃及斑纹的滋身 刘洪桥里长提醒防范登革热 大家一起来 里面要定期巡检居住环境 务必遵循寻寻到清刷四步骤 做好积水容器等资深源清除工作 希望达到登革热的防疫工作 临死角 记者胡宇轩领口采访报道